第55章 清扫者和守护者 小雨陷入到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基本上灭绝其余文明会导致自身文明运气提升这个猜测已经被证实了 只是目前小雨还不清楚 为什么引爆地球的那个文明会放自己离开 以及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在获得星际恒星能力之后 要立刻离开太阳系 这种感觉很不好 小雨一直习惯于将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地球上如是 在太阳系中如是 在和蜥蜴人文明对抗的时候也是如此 可是现在从蜥蜴人处得到的情报 让小雨真的 有些茫然了 小雨甚至在想 天苑寺那里 会不会有一个巨大的陷阱在等着自己 但是小雨思考了一下 将天苑寺定为远航的目的地 是自己在地球上一早就决定了的事情 不大可能是某种神秘存在操纵的结果 而且现在除了天苑寺 也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 才重新将这份不安的心思给压了下来 返回太阳系的念头被小雨毫不犹豫地打消掉了 现在的速度已经达到了900公里每秒 如果要返航太阳系 则必须先减速至零 再面对太阳加速 小雨承受不起如此巨量的燃料消耗 况且那个未知的存在 有必要为自己一个如此弱小的文明 布置下如此巨大的陷阱吗 种种因素综合之下 才让小雨打定了继续向天苑寺出发的决心 另一个犹豫的地方 是关于宇宙的文明共存情况 可以想象 在灭绝其余文明 会导致自身文明运气提升 这一原则的指导下 宇宙中肯定是无比混乱 残酷 黑暗的局面 而且 越是弱小的文明 越是受了欢迎 因为弱小的文明 更加易于消灭 地球人能发展到现在 还真是幸运呢 小雨 叹息着 我虽然没有去 消灭其余文明 获取自身发展的心思 但是我必须防备 被其余的文明洗击 为了生存 我必须要尽快强大起来 小雨思考着 将以往乐观的心思 小心翼翼地守了起来 从现在开始 我必须 以最恶毒的心思 去揣测其余的文明 对其余的文明 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警惕 如果察觉到 一点点不善的征兆 则要立刻抢先出手 宁愿杀错 也不要吃亏 小雨在这一刻 真正地下定了决心 在贫瘠之心上面 小雨获得了 大量的物资补充 因此一些初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 尚未被证实 无线传输能源技术 原理很简单 就是通过构造一个电磁场 然后在纳米机器人上面 安装一个感应设备 当感应设备 与电磁场发生斜震之后 电能就会被传输到 纳米机器人身上 在地球上之时 无线能源传输技术 最主要的障碍是 传输过程中 能量损耗过多的问题 但是通过小雨的潜心研究 能量损耗问题 已经被小雨压缩到了 可以接受的地步 小雨初步建造的纳米机器人 是前纳米级别 也就是一万分之一厘米 这些纳米机器人 全部通过无线能源传输技术 来供给能源 平常 他们都在铺设在 飞船外壳内壁上的 无数个细小管道之内活动 如果飞船外壳受到损伤 则这些纳米机器人 就会从最近的一个原料储藏点 搬运出来原料 然后以自身为粘合技 来修补缺口 但是这 意味着极其庞大的计算力需求 小雨做过计算 一艘存级飞船 要达到足够快速的修补要求 则最少需要数十亿个纳米机器人 一千多艘飞船 需要的纳米机器人总数 超过了一万亿 要对这一万亿个纳米机器人 同时做出操作 需要的计算量 可笑而知 不过幸好 小雨有两台超级光子计算机 而纳米机器人所进行的工作 大部分不需要小雨直接赶 直接扔给另一台光子计算机就可以了 小雨则只需要做一些 大方向上的掌握 但是就算如此 在小雨的预计中 这一万亿个纳米机器人 投入使用之后 主计算机的使用率 也会上升5到7个百分点 建造第一批实验用的 十亿个纳米机器人 小雨五年的时间 小雨对第一艘村级飞船 做出了改造 在飞船外壳内壁上 铺设了大量的细微管道 又安装了数千个原料储藏点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小雨打算实验一下 看看这些纳米机器人的能力 这艘村级飞船 独自离开了舰队 然后另一艘村级飞船 抬起了枪口 瞄准了它 小雨下达了开炮的命令 立刻经过电磁线圈加速技术 被加速到每秒 接近一万公里的高速子弹 击射而出 瞬间到达了 十眼飞船的外壳之处 与其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十秒之后 实验飞船外壳 被撕裂出了一个直径 达到一分米的口子 射击停止 然后小雨 就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 在金属缺口处 构成飞船外壳的特殊材料 似乎瞬间拥有了生命 开始如如而动 不断延伸 十秒钟之后 这个缺口 首先被一层薄薄的特殊材料堵住 然后这层材料 开始不断地自行加厚 一百秒之后 这个缺口 就完全消失不见了 小雨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心神 放松了下来 在这一百秒之内 小雨操纵着缺口附近 超过五百万个纳米机器人 从六个材料储藏点 运输出了经过特殊处理的材料来 然后以自身为粘合剂 将这切割成一个个微粒的原料 粘合在了缺口处 这个过程 从宏观上看 就好像是飞船外壳 会自行生长 然后堵住了裂口一半 一个直径一分米的缺口 消耗了六十七万个纳米机器人 纳米机器人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这代表着 每一艘飞船之内 都要建造一个纳米机器人 的生产车间 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 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出 纳米机器人来 以补充不断损失掉的那些 而且 装备了纳米机器人 修复系统之后 飞船总能耗 预计将提升五个百分点 这一点 也需要注意啊 不过 总算是建造成功了 而且验证个性 有了这项技术 在星际战争之中 我的飞船损耗率将大大降低 小鱼满心欢喜地想着 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比如 如何降低 无限能源传输技术的 能量损耗率 比如 降低纳米机器人的能耗 提高纳米机器人灵活性 等等方面的研究 龙神大炮的研究 也出现了一点突破 其所发射的能量团 速度达到了三分之一 广速 而能量 也有了一些提升 时间 就在繁忙的研究中 慢慢流走 转眼间 一千年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距离到达天苑寺星系 还有不到六百年的时间 航程 还剩下不到两光年 天苑寺 已经成了天际第一亮星 它 散发着悠悠的红光 看起来异常美丽 就在这个时候 小雨 接到了一条奇怪的讯息 其实 说是接到并不合适 这条讯息 就那么突兀地 出现在了主控电脑之中 被小雨 察觉到了 这条信息 并不需要翻译 就自动变成了 小雨可以理解的文字 第一万三千六百次 俺能广播 第三行 如果你能接收到这条讯息 那就证明你至少 已经拥有了初级星际航行能力 下面所播报的情报 可能会对你至关重要 请务必要认真分析 清早者 已经加大了 对第三星域的清早力度 同时 第三星域 第一次出现幽灵族的踪迹 你们的处境 可能会很危险 这段信息中 包含有简单的超级通讯 一期制造方法 请将该段信息 导入你们的中央电脑 程序会自动开始制造过程 然后 请与我们通信 以便我们定位你的坐标 届时 会有专门人员 迎接你们到达安全区 重复一遍 你们的处境 可能会很危险 会很危险 广播人 守护者联盟 第三星域分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